欢迎各位来到学店讲堂 我们今天要讲综合守着税的一个 租税申报实务里面的一个立体 那我们会先从106年 这一个考题开始讲起 但是因为他比较讨厌的就是 因为他106年是用105年的 那个所谓的相关的免税额 或者是集聚 那我们现在已经演变了 106 109跟110年是一样的 109跟110是一样的 然后111年 那我们今年考试 如果没有什么意外 应该是考111年 因为你明年的5月6月 5月的部分就是要报今年的111年 如果他再去考110年的 没有多大的一个用处 所以最好的一个结果 他给你110年的 然后有这些东西就对了 但是你题目还是要看清楚 怎么样看清楚你知道吗 你要看看他相关的资料 我怎么知道他考哪一年 很清楚的 他给你的这个就是105年 你就要用105年的免税额 还有他扣除额的集聚 如果你今天去考 他就直接给你压111年 你就知道用111年 所以你今年考试会比较尴尬一点 尴尬在两年的中间里面 都要有所知道那些的一个部分 那针对这一题来讲的话 我们来分析一下他的题目 他说我是一个人叫做陈一房 我50岁去年离婚 然后我有一个儿子21岁 目前就读护人大学 我一个女儿17岁读高中而已 那子女都有陈一房申报抚养 那子女一子一女之后还没有 还有一个父亲 他实际抚养父亲 还有一个母亲 然后最重要的是 父亲母亲现在72 76岁都超过70岁 所以这里有两个人 在免税的部分都可以乘上1.5倍 那这个部分你要知道的一个 还有及您有身心障碍的 长障手册的一个部分 就是他的弟弟 就是他弟弟的一个部分 那这个弟弟的部分 也是他抚养亲属 所以等于陈家里面 这里总共12345 都是这五个人 都是有户籍在台北市 所以他一个人 总共抚养五个人 所以总共会有六个人 然后他开始跟你介绍所得的资料 然后依此列推 那所得的资料在这里之外 所得的资料在这里之外 然后还有给你一个 下面针对他们四个 那再其他资料 那再来就结束了 然后他针对这个 那这种题目还比较好一点 为什么 因为他如果跟你讲说 最后一纳税有多少 然后用他公司最有利的 他只算一个题目 算一个答案出来之后 那你会变成 这个一个方式 你如果错就全错了 所以他的题目给你在这里话 他至少要叫你算六个 有没有算六个 一个是全户综合所税的总额 一个是全户可扣除列举的 扣除额的总额 一个叫全户可扣除 特别扣除的总额 一个叫大陆地区来源 所得以纳税额的扣体上限 一个是结算申报 应补后应退的税额 一个是全户应申报的第七列 财产交易所得的若干 若说明三十分 那这样三十分 总共除以六 那可能一题就是五分 那这种题目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你多少有可能会拿到分数 但是你等一下衡量也知道 比如说有关键的第一题 或者第一题你错了 那是不是全部都不会拿到分数 是有可能的 你要看看他 有没有连续性的一个问题 好 那回到这一个来的时候 我们已经早已知道 我们刚刚在这里的话 有画上来一个结果 这一边来 这里护养了七六七十二岁 我们都会跟法规并在一起 所以边在跟你讲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边帮各位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户洗的一个方法 所以这里所说法的一个 记得我们有十列所得 我们在翻的时候 所以我们十列所得 我们会排序下来 但是就是在我们的第十四条的部分 会有十列所得 所以等一下会有所谓的盈利 执行业务 薪资所得都要去思考 有没有利息 有没有租赁所得 有没有资历跟踪 有没有财交 有没有经济竞赛 有没有退职所得 有没有其他所得 这个是在第十四条的十列所得 那这个完之后 会有一个第十七条的一个部分 我刚刚要给各位复习的一个部分 就差在这一个一个地方 这里的话你刚刚好 第一段里面你已经看到了 免税有有两个人 会有免税的一个部分 一个是呼的 一个是他本人跟配偶 而且还有本人 本人就是呼的爸爸妈妈 呼的爸爸妈妈 还有配偶的爸爸妈妈 有没有 他们都可以加上50% 这里尊亲数也可以 可以增加50% 重点是几岁 重点就是满70岁 重点是满70岁 所以刚刚这里是他个人的一个爸爸妈妈 他个人爸爸妈妈都满70岁 所以那个免税额 来到我们这里的讲法里面 免税额就会有增加50%的一个问题 这是先帮你复习的第一点 然后免税额之后扣除额有一般 这里一般就是这两个 这两个的部分会怎样 这两个部分会取高的 这两个部分取高的标准扣除额 跟列举扣除额不取高 你还在一次 列举扣的就是捐保一栽过租 那捐保一栽过租 他不是有弟弟吗 我跟你讲 弟弟这个不能认 因为要直系的 所以还有一个租屋的一个部分 记得我讲过的就是保租 保租的话 护养弟弟也没有 也不能列进来 所以弟弟的这个保险要记得 还有他的租金是不能列进来 其他的没有这种禁忌 没有这个影响 所以要记得捐保一栽过租的保租 弟弟没有办法进来 第一次这样一个分析 我会加深你的印象 然后再来有一个财 财新出身叫幼兆 各位来看一下这个身心障碍 因为我们刚题目里面看到说 弟弟有身心障碍的一个部分 那这个身心在受抚养亲属 所以没有关 弟弟也可以把它列进来的一个部分 那这个每年扣除20万 那今年已经改变了 等一下你看到那个金的 就多了一个7000块 20万加7000 所以这个部分已经从20万到7000了 然后我们来一个一个来看一下 锁进的这一个部分 刚刚第一点的一部分 让我知道了两件事情 三件事情 一个我抚养总共有一个子女 两个子女 一子一女 然后有父亲母亲 还有一个弟弟 那母亲的一个 父母亲的部分都超过70岁 就等一下免税会有1.5倍 然后弟弟会有一个身心障碍 特别扣除额 大抵是这样一个结果 等一下这个部分是第二段 才会去要到的 因为第二段才是我们免税 扣除额的部分 但是所担其冲的第一点 我们要先了解他的是 他要我们算的一个逻辑 就是前年综合所得的总额 我综合所得的总额 最早应该要先出来 就是前户综合所得的一个部分 所以这个所得总额部分 那很简单 那我们等一下看以后 其他资料跟我无关 我们就要从这里 一个一个分析来了 这个时候分析 我们会怎么做 很简单 我们就要把实列所得 等一下有想到的 这实列所得 全部要把它列开来 那课本的一个方式 是把实列所得 把它分开以后 然后人也有分 这盈利所执行 也有分 我们现在不用 依照我现在的一个想法里面 等一下我们看到的一个部分 就从这里开始讲起就对了 我一个一个跟你交代 那我们现在看起来 虽然我们看完 看完整个题目 才看出来 123456 有总共相关 不是实列所得 123456 有6个而已 那6个里面少了4个 比如说其他 比如说退止所得没进来 还有智力 智力 有没有 跟座的部分也没有进来 还有所谓的什么 比如说他的 这123 在我们的实列所得里面 盈利所得也没有进来 盈利所得看看有没有 因为他如果有鼓励的话 就有盈利所得 要看看在这里有没有鼓励 没有讲到鼓励 就不会有这个 所以就变简单的一个考试 所以盈利所得没有 然后薪资所得有 然后利息所得 租赁所得 然后智力跟座 财交所得 然后经济竞赛 财交所得退止所得 所以他这样看一看 就是有这几个的一个 所得的一个类别 好那我们第一个来看到的一个东西 我们看一下 来看第一个的部分 他说任职与担任会议师 各位担任会议师被聘雇的 因为任职 所以这个部分变薪资所得 除非他是他跟你讲合伙 快议师拿到多少的一个分配 那没有 他是200万的薪资 所以扩缴20万 那这一个的一个重点已经出来了 这个200万就薪资所得 所以我们会列在薪资所得里面 好那既然薪资所得要一起列 我们大概把它薪资所得看一看好了 好那这里大陆地区有 折合新台币130 这里有130万的薪资所得 所以200万加130了 折合新台币有26万 所以这两笔一定等一下 要列为扣的一个部分 因为有一个扣角20万 还有一个扣底的一个部分26万 所以2026万等一下是一个简象 那除了这两个以外 除了这两个是薪资所得以外 我们再看一看 看看还有没有谁 其他的二月参加的陈志华 搞费的部分 领有薪资 终于又看到一个薪资的 然后下面的看起来 没有薪资的一个部分 好那这两笔的话 就200加130 因为大陆地区 他不是香港港澳 港澳的一个部分是海外所得 他竟然不是就国内 所以这里就加起来就130 130还有一个5万 这个5万全部扣除了 因为这个时候 我们有分两点来看 如果我们现在针对110点来看的话 我跟你讲 过去20万的薪资特别扣除要在这边先扣 然后我们之后有一个20万7000会在这边扣 因为110年改变了 那我先讲 先扣20万 所以这个时候你会看到这里有200加130 330 这里5万全部扣掉 因为他没有 每个人都有一个20万可以扣 这个是在讲110年的时候 所以我们在这里你可以很清楚 乘以防有200万减20万 这个20万要记得 他不是到最后特别扣除了的时候扣掉 这里的20万你可以把它标明 这里的20万叫做薪资特别扣除了 那这个薪资特别扣除了 一定要在薪资所得里面 在算总额的时候就一定要扣掉 那这个一个逻辑概念就在这里 他早就已经跟我们明文规定在这里了 所以你不要忘记了 不要再特别扣除了去扣 因为他说这里薪资特别扣除了 扣掉以后的以额为所得 以额付数就以零 所以在薪资所得里面的计算 他早已经明文规定 就在那边扣掉了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可以把它扣掉 然后乘以防的部分是可以扣掉20万 那陈志华本来也可以扣掉20万 可是没有付的 因为他只有拿5万那就5万 所以这里伴随了有两个东西 一个是200万 然后大陆也130 可是在这里面330里面 通通可以扣掉20万 那200万扣掉20万 一样的道理 所以这里310万 所以310万我们就写上310万 但是等一下要特别记得了 到最后我们再结算的一个部分 因为等一下会有一个扣角的20万 还有大陆的26万 可是大陆26万会有限额 等一下就要去算限额的一个部分 有26万会有限额 等一下就要算26万 所以在薪资所得里面 这里没有疑虑了 为什么 因为他的薪资有这两笔330 扣掉20 所以310 那这个20万等一下下一 我们改成111年的时候 这20万就会摆成20万7000了 改变就在这个地方 那陈志华他是薪资所得 5万减5万之后就没有了 5万减5万之后就没有了 那薪资所得就只有310 因为他扣掉0 所以310 那是不是310就结束了 那不然我们再看一下 除了你刚刚所说的这一块 这里我200加130 全部都是陈宇凡的薪资 200加130 然后这里有一个陈志华的5万 来再来陈大连这个卖土地卖掉 这个卖房屋跟土地 才交所得的一个部分 那金融债件的利息所得 这个也不是薪资所得 然后再来前年买卖上市会 这个证券交易所得 然后第二个采分支零几退 这个是退职所得的部分 那退职所得没有超过75万8千 他也是没有零 也是零的一个问题 然后从事多城市传销 这个叫其他所得 等一下一并会跟各位讲这个 所以以上到这里结束以后 不管是林卉星他们家所有人 我跟你讲 只有三笔薪资所得 陈一房有两笔 200万加130 所以330 然后还有一笔是这一笔 这一笔是谁 这一笔是陈志华 陈志华领有薪资5万块 无扣缴税额 所以以上这里的薪资 大概完毕了 在这里一个部分 薪资的一个部分 好 那对这个薪资的一个部分 有没有问题 好 薪资所得没有疑虑之后 没有问题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个 我们一个一个来薪资写完 我就写这个邮局的利息的一个部分 那这个利息 好 这一个利息 那第四个是租资所得 然后房子这里有贷款利息 然后这个是机会中奖奖金 好 那从这边可以看得出来 后面我记得没有所谓利息 那就这一笔 这里5000这里15万 还有无扣缴 还有一个好友获取的一个利息 47,000 好 那这一个的一个部分 如果是属于什么的 你要特别理解 如果是属于邮寄 存付出金的 他如果给你一个100万里面的利息 都是免的 所以这个利息就当做是免税的一个部分 5000块 那实际上的利息就15万 加上这个47,000 那这个15万加47,000 就等于19万7,000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这边所写19万7,000 好友的一个部分 那这个5000的一个部分 有没有5000 我这边特别写一个注意 我们先来看一下注意啊 这里该局指出历年来审核 综合索税申办二件发现每年均会有不少 投入自邮局定存单的利息所得 遭补税并受法 国际国税局进一步说明 一般来讲只是邮局几乎的利息 都属于免税 他误以为 那其实邮政出金 未对法里面 特别是邮局开立的存付出金 如果存款平价100万以下的 按活期出金利率给利息的 此部分利息免税所得 那你超过100万以上的 邮局就不会给你利息了 所以100万以上的 其实就会给你利息 100万以下就不会给你利息了 所以他跟你讲 如果是有活期的除金利率的部分 那给你的 那表示就是在利息下免税这样 不然这个题目就太狂了 为什么太狂 给5万 这个我们的利息 这个部分是5万块 5千而已 还好不是5万 5千的话利率就是5千 那OK的 那就是免税 那其他的部分 在邮局里面的一个定存要课税 只有邮政除金的这个部分 才没有的 所以他下面又一为 但只盆款超过1千 还有一个邮局不给息 还有另外 你要看例外的这个部分 你在邮局里面 如果不是邮政除菌 你如果是做什么事 你如果以定存方式存邮局 今按定存利率给的利息 是属于应税的利息所得 所以不要误会这一点的 所以他这一点也没有特别跟你讲 是银行的 他就是属于邮局的 所以他给邮局的这一块定存 你们看到邮政除菌 有定存利息15万 所以这10万是要利息 要加进来 然后另外借给朋友的47,000 也要把它加起来 等于19万7千 所以在这里 我们会写上一个19万7千 但是这两个大不同 哪边大不同的一个部分 你要跟各位讲的一个部分 一个15万 跟这里47,000大不同 这里的一个15万 有一个储蓄投资 特别扣除额可以扣掉 因为是银行来的 这个可以 这个不行 这个不行 如果是私人的借贷 没有所谓适用什么27万 那个特别扣除额的部分 所以他们两个的差别就在这里 所以他总共给你做三种差别 他很喜欢把题目 什么东西都有的感觉 什么意思 你看一下这里有三个 一个实际上15万 有给利息要列入的 而且有27万特别扣除额问题 第二个这个利息要列入 私人借贷 但是等一下27万不能扣 第三个他跟你讲 邮政除期这5000是免税的 所以总共给你三种 然后看你会不会 这三种会不会做 结果最后这里加起来 所得要19万7千 就是这两个加总的一个部分 那这个部分是 观众资他们的观众 信息资cji